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1点15分 我们来聊一聊 手套股 手套股 今天supermax 大跌 5点多percent 这个是预期中吧 他的业绩 预期呢是比较差 在他跌的5%以上呢 我觉得才ok 但是他跌也是预期中 反而其差的股呢 四大天王 Cosan 跌1分钱 Hatta 跌2分钱 Towcroft 没有跌反而起2分钱啊 这个就是有点出乎意料吧 我这样说不好 因为之前我就说可能supermax 就会吓到 其差手套股的股价 这个看来 supermax的shatta 都是些小股 小的手套肠 比如说comfort careplus 这些呢都是小 小件的手套肠 就被吓到 而supermax呢他本身呢也是 四大天王里面最小的一间 嗯 其他的comfort 也是嘛 你看到 comfort也是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呢 手套股就是说 大型的手套股呢 基本上呢有这个竞争优势 呃肯定呢 比其他的小手套股呢 是进程强的多 呀 他们又有量又有值 小小件的呢 就比较长一点 所以呢这个也是反映在 今天的股价上面 小型的这个手套股呢 是有点困难啊 compare with 这个大型的 这个东西呢 不只发生在马来西亚 呃其他国家的这个小型的手套股呢 也是类似 就像中国 呃 中国最大的是银科嘛 第二大的就是蓝帆 蓝帆金发中红这些手套股呢 小型的呢 呃 基本上呃中国银科呢 他们就说他们本身已经在互相竞争 小型手套股呢 就小型手靠厂呢 就好像有点难去跟那些大厂竞争 呃 中国银科现在大概有750个750亿的这个 呃 厂量大概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嘛 最大的是 所以他竞争能力还是有在那边的 但是其他呢就难一点啊 所以中国呢 如果是对马来西亚 对泰国最大威胁呢 其实就是中国银科 1.8了啊 然后呢 泰国呢 就是Siri Drunk 1.8了啦 其他的都是四大天王 那四大天王呢 马来西亚四大天王呢 那个 所谓那个Supermax呢 有一些其他因素 被这个美国 海关 Bank 就是剩下 主要是剩下谁 呃 Tokerov Katar 跟这个Kosan 泰国的Siri Drunk 跟这个中国的银科 五间 五大间呢 需要去抢这个市场 呀 呃 市场呢 基本上呢 是给中国 市有抢蛋糕呢 第二件事情蛋糕大了很多 这样马来西亚自己都吃不完 肯定也是会给中国银科吃到 吃了一部分 这个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呀 呃 第二件事情呢 大家都知道 继续继续狂张呢 也是一点问题 也是不对 所以很多手套 厂呢 其实也不也是把他们这个 啊 expansion呢 开始慢下来的啊 中国银科也是慢下来 呀 ok 这是马虎炮啦 呃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分析 啊 看下costans supermax不用看啦 以为贴到这么厉害 呀 当然是不设计 当然不设计 去接到 costans Hatta 这三个呢 之前已经讲了的 啊 呃 其实现在还是一样 呃 如果我试看 技术分析的话呢 有几个买点嘛 第一个就是说 股价要涨上 MA20 呀 第二点就是了 MA20呢 最好是往上仰 第三个呢 就是有那个什么 啊有break out 比如说 呃突破这个头马峰啊 突破这个 呃底底高啊 头头高啊 有这些形态 啊 最后一个呢 最好的当然就是MA60 啊也是往上仰 这个是最难的啊 这是最难的 现在呢 所有手套股呢 连一二三这三个呢 都没有发生到 啊呀 所以现在 仗在技术分析来讲的话呢 其实才不设计借导的 呀 但是如果你是仗在基本面价值投资来讲呢 我觉得现在 过未来的一两个quater呢 他应该才是业绩才是会下跌 但是应该会慢下来 会慢下来 呀 呃 市场呢 也不会等到你真的是看到半价之后 他才会反映 通常都是通常都是会反映在六个月 嘿吧 就说六个月就他就会看到了 啊 所以有一些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价值投资者呢 也是可能开始慢慢再收了啊 分场去收啊 这个是价值投资者的呀 口袋要很深的啊 口袋你不够深的话 你不要去玩这些东西 呃 技术文系呢 就是这个咯 还是不适合 呀 OK 这个就是我对今天 Supermax公布的业绩之后 他的股价 大跌 对其他三个手套 三个手套厂有这么影响的一些想法 还有这个啊 马路信号 还有一些就是说竞争牛市 剩下五千大厂嘛 世界啊五千大厂 我觉得他们有这个竞争牛市 其他的小厂呢 就会很惨 会很惨 可能 会有一个新的一轮 啊 弱者呢 就会又会被淘汰掉 OK 这个是这个对长期来说 对水斗手套的这个 啊 Industry来讲呢 是好事来的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